这个女人不正常 每天都在花样作死 只因为她是穿书工具人 完成系统任务 她就会回到现实世界成为千亿富婆 没想到她的七个大老哥哥都能听见她的心声 于是她的花样作死 就变成了哥哥们的花样守护 做主赶紧跳 结束你恶毒女配的结局 千亿资产秒到账 对 我只要有钱了 还可以包养帅哥当金主 乔楚楚 给我滚下来 别在这里给我丢人信眼 我都要死了 大哥你还对我这么凶 这已经不是你第一次闹自杀了 我们能来已经算是给你脸面了 宿主说台词 快点说台词 哥哥 我对不起你们 但以后你们再也见不到我了 你们永远都是我的哥哥 我要死在你们面前 让你们永生永世都忘不了我 你马的 好高啊 我不想跳啊 不会直接把我摔烂吧 不过我跳了之后 回到另外一个世界 就能成为千亿富婆 忍一忍 我是不是换听了 我刚才好像听到乔楚楚的声音 从我脑子里面响起来 我也听到了 说是什么千亿富婆 我走了 哥哥 有了千亿自材 我就是个快乐的小富婆 再也不用受制于人 虽然哥哥们会不得好死 但也跟我没关系了 再见了 这个小说世界 西叔 我们怎么不得好死 我刚才是不小心把自己心声说出来了吗 心声 这难道是他的心声 宿主快挣扎 错过这个时间点您就回不去了 让我跳啊 这帮人有毛病吧 我都做天做地成这样了还要救我 虽然我依依不舍 但现在我更想要千亿财产 你们救我 你们是不是心里有我 你们爱我 你们想娶我 再说堵住你的嘴 怎么堵住 用你性感的唇 你还是跳下去吧 好嘞 放开我 快放开我 让我跳下去 系统 这怎么跟设定不一样啊 系统你怎么不理我 你不会是想要赖账吧 不会吧 不会吧 完了 系统出错了 我要是不回去 一年后陪家就破产了 这七个人不得好死 我也不得好死了 冷静 大哥 这家伙说我们会不得好死 还说我们会破产 这不得问清楚吗 你别忘了 我们听到的是他的新生 而且他身上捆绑着系统 一旦我们问了 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也是未知的 我知道系统 我经常看小说 小说里面的系统 就是捆绑主角 让主角做各种各样的事情 任务达成后 就可以获得约定好的奖励 乔楚楚的奖励 应该就是回到他原本的世界 当千亿复国 那乔楚楚都做了什么呢 我不信 乔楚楚他想要独占我们七个 他从青春期开始 就对我们几个人图谋不轨 我反正是不信 他是被系统控制才这样的 那就试试 乔楚楚 你真的这么喜欢我们吗 如果你真的这么喜欢我们的话 我们兄弟七个 你选一个 看看你要嫁给谁 如何 啊 我选谁 谁就跟我结婚吗 那 那我要是选你 你愿意吗 现在 我就带你去看钻戒和婚纱 我不要结婚啊 让我跟他们结婚 还不如杀我 别碰我 冷静 乔楚楚 现在 冷静下来了吗 完了 我把大哥打了 他会把我 不对 他都这样对我了 我应该把他的小萝卜条剁碎 这个臭不要脸的 大姑 你是小萝卜条吗 我不是 乔楚楚 我刚才只是测试你一下而已 我当然不行 也不会娶你 现在 我知道 你并不是想要嫁给我 只是无理取闹而已 以后你不许任性 待在我们身边 我依旧会养你 为什么 因为你是我们的家人 可他们眼看着都要破产了 一年后 他们都要横死街头了 他们都自身难保 还要养我 放心 我们家不会破产的 我养你到老都没问题 咦 裴冤是能听见我新生吗 他竟然知道我会考虑破产 走 回家 不对不对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我的千亿资产还算数吗 我要是回不去 我这么多年的努力算什么 毕竟我努力戒掉爱情 努力学习各种单身富婆应该学习的防身术 难道都白学了吗 用户赔渊向您转账汇款五亿元 用户赔私向您转账汇款五亿元 账号到账三十五亿元 你吗 只要你好好活着 不作妖 我们每个月都会给你钱 所以 你不用寻死命活 只要你乖乖听话 你迟早会成为千亿复活 哥哥们好帅 给零花钱的样子超帅 我明明有这样的好哥哥 却不得不伤害他们 我真的对不起他们 要是我回不去了 系统也不再来找我 我就跟他们在一起共患难 把这些钱变成金条 一年等我们家破产后 我们就还有一些钱 凭借着我哥的搞钱手法 东山再起也不是没有可能 原本以为是个小没良心的 这么一听还挺有良心的 可我都这样对他们了 他们竟然还给我钱 你们是不是给我买保险了 你们不会想要让我意外死吧 所以故意对我这么好的 你是担心我们害你吗 那你拽着我 有什么事情我护着 你就不会出事了 那你给你自己上保险了吗 我说了 我不要钱 我只要尊严 难道是让我七个哥哥 神魂颠倒的女主来了 贴贴贴贴贴嘛 干什么 哎呀 哥哥既然不喜欢我碰 那我们就分道扬镳吧 哈哈哈哈 我就知道这招百事百灵 找女主去喽 大哥你还真是被他拿捏得死死的 走 该上去看看 这难道就是那个让我的七个哥哥魂牵梦绕的女人 看来这个男人就是这本小说里的男主了 竟然是纪雁川 原来男主长这样啊 还没有我哥帅呢 现在就等着女主转过头看看她长什么样子了 那可是我哥哥们一见钟情的长相哦 就这 这长相还不如乔楚楚呢 这个女主就是个普通的日系可爱少女 作者怎么想的 还不如选我妹妹当女主呢 纪雁川这小子怎么可能配得上乔楚楚 除非我喜了 不然纪雁川别想嫁给我妹妹 这女主有种激发别人保护欲的感觉 而且长相可爱甜美 的确是我哥哥喜欢的类型 怪不得他们会一见钟情 胡说八道 咦 女配来了 我喜欢的林青来了 还有女配 而且还是林青 我好了 可以走了 不准走 你还没有说我朋友会不会被你辞退呢 虽然她做错了事情 但她已经知道错了 她不能失去这份工作 她的爸爸妈妈都在ICU等着前治病呢 这位是 这位是你未来的情敌 别看你未婚夫现在跟你谈恋爱 但在今天过后 她的视线就会被这个小萝卜占据 当然这个小萝卜爱称 可是你未婚夫给女主起的 诶 谁在说话 刚才那女孩好像是陪佳琳一样的女儿乔楚楚吧 为什么她的声音会在我脑袋里响起来 好险 差点就被发现了 我竟然能听到乔楚楚的心声 唉 明明你才是跟男主青梅竹马 可男主却精神出轨女主 跟女主在一起的时候 还说自己从没有体验过爱情的感觉 女主明知道男主有未婚妻 还要跟男主表白 说这是勇敢追爱 你生气吃醋 男主就说你无理取闹 最后你发疯开车撞女主进监狱 出狱之后你就自杀了 男主女主却三年爆俩 林青你怎么了 别碰我 我反胃 乔楚楚的心声是对的吗 万一只是幻听呢 让一让 麻烦让一让 出现了 男主和女主出次亲吻的桥段 虽然未婚妻林青就在身后 但男主还是下意识选择保护女主下雪纯 然后虚空平地衰亲在一起 验证乔楚楚心声真假的时刻来了 卧槽 乔楚楚说的是真的 亲眼看见这种事情发生真是兴奋 接下来女主下雪纯会给男主纪燕川一个巴掌 纪燕川恼羞成怒喊下雪纯是小萝卜 然后下雪纯羞愧地跑走了 混蛋 这是我的初吻 我还不想亲你呢 小萝卜头 一模一样 简直就是一模一样 接下来就轮到女二号林青了 我怎么 我该怎么 林青会渡火中烧 心疼纪燕川 问她有没有受伤 并且对女主怀恨在心 纪燕川 她是小萝卜 你知道我是什么吗 什么 我是你吗 我靠 怎么跟剧情不一样 林青你干嘛 季燕川 你的嘴现在跟亲过狗屎没有区别 我林青不要二手货 咱俩婚事作废 为什么剧情走向不一样了 林青应该最喜欢季燕川了 不会跟季燕川生气的呀 怎么会突然打季燕川呢 但不得不说 这一幕真帅呀 好帅的姐姐 好姐气 你很可爱 你知道吗 你也很美 你知道吗 那看来我们很投缘 我叫林青 可以跟你交个朋友吗 美女姐姐竟然要跟我做朋友 林青一直都是我喜欢的大美女啊 美女姐姐有马甲线 如果关系好的话 不知道可以摸一摸吗 我还没摸过腹肌呢 如果你愿意跟我做朋友的话 我的马甲线可以给你摸摸 她竟然知道我的需求 她懂我 她爱我 她肯定喜欢我 我相信我们会成为很好的朋友的 可以肯定了 林青也能听到乔楚楚的心声 但一个腹肌 就让乔楚楚这家伙如此没出现 咱们兄弟欺人 谁没有腹肌 陪幽川 该你表演了 楚楚 卧槽 哥哥每天撸铁 身上没有一块肉是不完美的 你看看三哥这身材 这人余线 是不是要比马甲线好多了 三哥你是变态吗 难道他们也能听到乔楚楚的心声 难道你不喜欢你哥哥的腹肌吗 谁会喜欢自己老哥的腹肌啊 我又不是变态 不对 我是说宝贝要珍藏起来观赏才对是吧 我哥哥的腹肌我不想让任何人看到 好险忘了自己是个胸控剧本 差点就说漏嘴了 原来是系统让乔楚楚变成胸控的 陪老三 看来你不行啊 你这肌肉一点魅力都没有 你才不行 你们这是不懂欣赏 欣赏 拜托 谁能借我一双没看过自家哥哥肚皮的慧眼 哥哥好帅 回家再看 回家我才不看 发什么神经 平常站在他身边 他恨不得飞着走 今天却让我看他腹肌 那他干脆把我戳下好了 这样他在我面前光屁股 我也不用洗眼睛 笑屁啊 他在心里面不知道怎么说你们呢 陪总 宴会还有一个小时开始了 需要我去接您吗 不用 我们马上到 宴会 赵老爷子点名让你去 礼物我给你准备好了 待会在聚会上 你除了不要胡言乱语之外 还要记住离楼家父子俩远一点 对哦 今天是楼家父子 也就是大精神病和小精神病的初次登场 好期待这对精神病反派的出场啊 好帅的正态啊 好精致好精致啊 他刚才说话了吗 也不知道那对楼家父子在哪 来了没有 怎么回事 这个女人没有张嘴 我却能听到她说话 难道她是精灵吗 你是不是不是人 这孩子懂不懂礼貌啊 竟然问我是不是人 真想对回去 但又不知道是谁家大佬的孩子 可恶 难道我能够听到这个女人的心声 楼月爵和楼听寺这对父子到底在哪呢 哪怕让我远远看一眼也行啊 本来看这家伙长得像个精灵一样 想跟他说说话 没想到也是个蓄意八戒 我和我爸爸的家伙 没见 唉 这应该是我唯一一次能看到这对父子的机会了 毕竟以后他俩只围绕着女主走 喜得也惨 什么 你刚才说什么 啊 我没说话啊 你说我和我爸爸死得很惨 楼月爵 爸爸 我刚才听见他说 你什么都没听到 也好 我叫楼听寺 这个小子是我儿子楼月爵 很抱歉他刚才冒犯到了您 我靠 这俩就是那个大变态和小变态 你好 我叫乔楚楚 不得不说这对父子俩是真帅啊 太有气质和格调了 不过 唉 这么好看的人干什么不好 偏偏惹上了女主 楼月爵为了救女主从楼上掉下来 楼听寺看到儿子洗了 当场就疯了 要让女主给儿子陪葬 结果被乱枪打洗 乔小姐 方便赏个脸座一起聊慧天吗 虽然我挺喜欢这种危险人物 但让这种危险人物介入我的生活 我真的打扁 乔小姐该不会觉得我不是好人 不愿意跟我聊天吧 不 我怎么可能这么想呢 这俩货为什么会缠着我啊 按照剧本来说 待会儿女主出场 楼月爵发现女主 有一种像妈妈一样的温暖 从此以后就成了女主的一个小迷地 田狗 第一次跟变态说话 该说点什么 好紧张 乔小姐之前听说过我们吗 实在是不好意思楼先生 我并不了解 才怪了 你可是我最喜欢的角色之一 我当然了解你 我甚至连你穿什么色的裤叉子 我都知道 其实这对父子除了精神上 有点不太稳定之外 其他地方真的没什么毛病 不应该落到这个下场才对 啊 女主来了 女主来了 小少爷 请问您要喝点什么吗 啊 对射对射 楼月爵跟女主对射 怎么样 你这个小孩的小心脏 是不是疯狂跳动起来了 就这 就这种大街上一抓一大把的普通女人 能让我感受到妈妈的感觉 还能让我为了她去洗 开什么玩笑 喝个屁 我 诶 楼月爵你干嘛 我还问你干嘛呢 你以为我没见过大场面大美人是不是 我怎么可能 抱歉 还有点是我们先走了 不好意思啊 这小子脑筋有点问题 你别放在心上 没事 有钱人都这样自命不凡 不许乱说话 爸 你也听到这个乔楚楚的心声了是不是 他这是在侮辱我呀 他现在说的话是真是假 还不确定 你干嘛要为了这件事情生气 也是 我现在带着你过去 继续探听他会说什么 确认真假后再做决定 哼 女主你就在我面拽吧 马上你的劫难就要来了 你干什么 我不是故意的 你打我干嘛 看吧 我就说了 我对剧情了如指掌 没有任何角色能逃过我的法眼 是真的 他说的话 全都是真的 你一个服务商没有做好你的本职工作 你竟然还敢打我 你明是你先打我的 我凭什么不能打回去 难道你有钱 你就可以践踏别人的尊严吗 我可以给你道歉 但你不能打我脸 这可是我可以为了这次宴会准备的裙子 我花了多少钱 多少心思你知道吗 我管你多少钱多少心思 关我屁事 我又不是不会赔 但你得先为我的脸道歉 你们将来会喜欢上这个女人吗 我也瞎了耳朵 聋了也看不上她 正常的犯错都不懂道歉 咱们这位女主还以为世界围绕着她转的 当然啊 人家可是女主 而且这个女主还会支三当三呢 这个女主犯错却不知道认错 我宁愿去保护那个笨蛋乔楚楚 也绝对不会保护这个狗屎女主 给我的脸道歉 快点 你凭什么要她给你道歉 请问 是这位女士绊倒你 让你把红酒泼在她身上的吗 我不是故意的 而且这只是一条裙子而已 凭什么说打我就打我 就凭人家光鲜亮丽的来参加 对自己来说很重要的聚会 结果被你给毁了 我毁什么了 这就是一条 这条裙子是玛丽莲新款 售价七十万 上网可查 你现在赔吧 什么 你觉得你就是弄脏了一条裙子 它却扇你一巴掌 伤害到了你的尊严 那你有没有想过这位客人的尊严呢 今天是赵爷爷的寿宴 这位女士到这里 甚至有很多都是她认识的熟人 在这么多熟人面前 被你泼了一身的红酒 她难道就不丢脸了吗 这位无辜的女士 凭什么要为你的错误来买单呢 那她也打我了 现在这个社会 一个耳光就算赔偿你三万 那人家剩下的六十七万 你还是得赔 你打算怎么赔 让我猜猜 你家的存折 加起来都没有六十七万对吧 那你凭什么可以犯了错误不认错 还抓着人家打呀 你够了吧 不就是赔偿吗 我愿意替她赔偿 哟 大院种男二李佳号登场了 下雪纯这件事情是做得不对 但我们就是论事 也是因为这个女人先打了下雪纯 雪纯才会还击的 是你们有错在先 你们不能因为你们有钱就仗势欺人 这两个孩子是分不清是非好坏吗 是非对错自在人心 你不是说你赔吗 那你赔吧 您刚才一共被打了三个巴掌 而您删了她一个巴掌 按照一个巴掌三万的价格 七十万加上六万 七十六万 您这边能接受吗 可以 七十六万 给钱吧 很可惜 折扣肯定是不能打了 毕竟下雪纯小姐最喜欢的尊严 绝对不允许有折扣的发声 哼 卡号给我 爸 乔楚楚这个家伙有点意思啊 看来这么多年没跟乔楚楚在一起住 她也不是一无是处 我们养大的妹妹 当然随我们 这也太帅了吧 乔小姐 谢谢您今天的帮忙 我会感谢您的 我先去换衣服了 这么长时间不见楚楚 出落得这么婷婷欲力不说 人也聪明了不少呀 赵爷爷 爷爷还以为你平常对人都不敢大声说话的 没想到遇到婶儿你还挺靠谱的 赵爷爷 乔楚楚从小就喜欢耍小聪明 你又不是不知道 大哥想要小聪明还没有呢 看你这样我也就放心了 不过你现在这个年纪 是不是应该谈恋爱了 他现在年纪还小呢 不打算让他谈恋爱 二十岁了还不谈恋爱 你这年纪轻轻怎么比我还迂腐 我只是不放心 把我妹妹托付给其他人而已 也是 你们父母去世后 你们唯一的精神依靠就是楚楚了 你们这些孩子当初有多疼爱楚楚 我是知道的 小心 楚楚 快叫救护车 快点叫救护车 楚楚别怕 救护车马上就来 楚楚 醒一醒 别试 这是哪 我洗了吗 是的 你洗了 你被不小心弹过来的刀扎洗了 你是系统 是的 那你是在耍我吗 不让我跳楼洗 却让我被刀扎洗 算了 你赶紧把我送回我原来的世界里去吧 我不想再浪费心神了 不然我也该舍不得了 楚楚 你回不去了 我为什么会回不去 因为你已经被判定成是这个世界的公民了 而跟整件事情有关的人的命运集体变成了未知 不再需要我们系统介入 我也就不能继续跟你捆绑了 那 那我就白洗了 不 导致你回不去原来的世界是我们系统判断失败的错 我们会给你十次复活机会 让你复活在你死亡前的时间 可能是几分钟 也可能是几个小时 让你用来拯救你自己的性命 你既然说我不能回到原来的世界 那我就不会自杀了 为什么我还要拯救我自己的命运 因为按照我们说好的剧本里 你已经死了 尽管剧本中所有角色的命运都开始扭转 但故事依然按照最初的设定进行 所以我给了你十次复活机会 你可以改变你的命运 你在剧本之内 也在剧本之外 狗刀大结局你身上的喜王buff就没了 保重 做主 怎么样 哭吧 你怎么能带刀进来 这样会被爸爸妈妈骂的 带刀进来怎么 要伤不了人 你有能耐你抢走啊 来呀来呀 快躲开 小子你怎么能带刀进来 你差点害喜人 楚楚 是你救了我爸爸 这把匕首很明显是冲着我爸爸来的 如果不是你 我爸爸就受伤了 你救了他的命 不 我没有 别说了孩子 老头子我都懂 你快去医院包扎伤口 再去拿谢礼好好谢谢楚楚 大哥 咱们要不要找那个熊孩子家长啊 你去调查监控 确认是谁家孩子 给他们一天时间 今天晚上十二点还不来道歉 那你就看着办 爸爸 你说乔楚楚是不是因为 预判到了即将发生的事情 所以才会保护赵老先生的 不管怎么说 乔楚楚身上都有我们需要的情报 可我只要是避开那个下雪春不就好了吗 你以为躲开下雪春就行了 为什么我们两个人是有戏份的角色之二 你想过没有 不管用什么办法 这个乔楚楚我们都要带在身边以防万一 毕竟我死没关系 你不能死 爸 我死没关系 你不能死 我还小 无所谓的 我不怕死 看来我们目的一样 那我们一起好好合作吧 乔小姐 你还好吗 楼先生 怎么回事 我不是跟你说过不许招惹楼家人的吗 我没有 我们刚才就是在沙发上聊了三句不到呢 乔姐姐 你没事吧 我儿子自从你受伤之后就很担心你 非得要过来看看你 我们父子俩没打扰到你们吧 当然没有 舍妹能得到楼总和楼小公子的关心是她的荣幸 姐姐 你跟我和我爸爸坐一辆车吧 我好担心你啊 这个腹黑小正太什么时候这么可爱清爽了 好怪哦 我妹妹现在受着伤 万一把你弄伤了就不好了 我不介意 男子汉大丈夫 就是要保护自己喜欢的姐姐 姐姐不舒服 我们下次再来看姐姐 好吧 我刚才叫人把我车子开过来了 我不跟你们坐一辆车了 我先走了 等等 我怎么觉得这一幕有点熟悉呢 这里好像是女主妈妈工作的地方 夏雪纯妈妈是我二哥医院的宝洁吧 按照剧情 林青应该会开车撞到夏雪纯妈妈 但那个故事的发展不是现在 时间是对不上的 也就是说 现在林青是安全的 我靠 女主妈妈出现了 女主妈妈是专业碰瓷的吗 她有病吧 车子都停了 她还能撞上来 这不是碰瓷是什么 不是碰瓷 是我 躲不开我的剧情 哎呦 真是一点喘气的时间都没有 稍微放松懈怠就要被剧情抹杀了 本来我应该早就洗了的 但活到了现在 所以这个世界巴不得我洗吧 楚楚 你手怎么样 有没有受伤 在市区一辆货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等会我就去举报那个司机 疼是疼 但肯定没事 我们还是处理这个昏倒的女士吧 我这就找人过来救她 顺便让我律师过来 可别伤我 是她自己突然撞过来的 妈妈 是你撞了我母亲是不是 是你故意报复我母亲是不是 干什么 什么叫我干什么 是你们干什么 你们仗着有钱是要杀人吗 你自己看你妈是怎么晕倒的 原来是我妈自己狡猾 不是你撞的你不早说 不是我撞的我为什么要说 如果你要是再敢对着我大呼小叫的话 你妈妈就会被这家私人医院解雇 这间VIP病房也会请你们滚出去 医药费也就没有人帮你们给了 凭什么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就凭我是这私人医院的董事长 你再敢跟我妹妹大呼小叫 我就找保安把你一家丢出去 愣着干什么 还不赶紧给我妹妹道歉 实在是不好意思了几位 我女儿的脾气太呛了 她说话不好评 请各位千万千万不要放在心上 不好意思是道歉的正确方式 那我把你们全家丢出去也说一声不好意思可以吗 对不起请原谅我的无力 我这位冷酷无情跟冰箱一样会治冷的二哥什么时候这么护着我了 看来不仅仅我们能听见乔楚楚的心声 在这个剧情里所有会被下雪城害喜的人都能听得见他的心声 那我们该怎么做 既然他跟他的哥哥们关系不好 那我们就做好的那个 好的那个 帮我调查一下裴家兄弟七人的住址 我要一套他们隔壁的别墅 哥 我要买裴家旁边的别墅 为什么 你不是刚买了一套寄安川家旁边的房子吗 我失恋了 现在想换个环境而已 你要是不给我买这套房子 我就会一年早逝 好好好 给你买 你怎么来找我了 你的肩膀借我靠一下了 这俩蠢货的进度比繁殖场里面的牲扣都快 渣男 看腿 一个精神出轨 一个知三当三 今天我这个不知名的女侠就要好好教育教育你们两个 兄弟们 速来打团 进来吧 他睡了 你们说 如果按照剧情走 他现在死了 我们在干什么 我知道我们在干什么 我们还是围着他 区别就在于一个会喘气 一个不会喘气 一个穿着睡衣 一个穿着兽衣 如今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 我相信这是上天的安排 从今天开始 我们就重新和他住一起了 希望他不要再让我们失望了 那他做什么会让你失望吗 当然是不知界限 总是缠着我们 在背地里偷偷关心我们 了解我们一切 像病焦一样的变态举动啊 可我们在凌晨两点进入他的房间 在他的床边形成了一个包围圈 你不觉得我们变变态吗 我变态了吗 我成变态哥哥了吗 三哥别紧张 一般变态都是变态而不自知的 我们意识到自己做的不对 所以我们不是变态 可我们的变态行为不也是因为老七提醒我们吗 老七呢 你们回去吧 我还想站一会儿 我还没看够呢 拉出来 正活 七哥 你让人揍了吗 被哥哥们打了 为什么 因为我想站在一个女生旁边看着她睡觉 她们不让 你说她们是不是很过分 我看还是梳理一下接下来会发生的剧情吧 故事的开端是从我喜后 哥哥们性情大变 而这个时候女主进入她们的生活 让她们一见钟情 等等 昨天我哥哥们都已经见到过下雪纯了 她们一见钟情了吗 我们看起来像是一见钟情的样子吗 兄弟们进群 一边听桥楚楚心声一边交流 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好玩 往你咖啡里撒辣椒 安静 乔楚楚看过来了 是我错觉吗 我怎么感觉她们瞒着我在干什么 虽然七个哥哥七条感情线 但死亡的时间线倒是紧紧挨着 如果我想要扭转局势 应该把她们的爱情扼杀在摇篮里 这样她们就不会死了吧 早在我们看到下雪纯的一瞬间 所谓的一见钟情就已经被扼杀了 乔楚楚怎么就没发现我们对下雪纯不感兴趣呢 乔楚楚的脑人还没臂根骨大呢 你指望她能发现什么 她连城处法都算不明白 却妄想保护我们 还这么挺感人 不管她们是否一见钟情 从林青壮上女主妈妈那件事情后 我觉得剧情里面的事情会必然发生 所以她们一定会心动 而七个人中 第一个心动的人 是七哥陪不现 太让人痛心了 第一名竟然是陪不现 我赌一百块陪不现会爱上下雪纯 我跟了 我也跟 你们太过分了 怎么能这样想小七 她好歹是我们的七弟啊 那你跟不跟 我缩哈 下雪纯会来到这个宅子当临时佣人 所以这一个月是她跟哥哥们相处的黄金期 会议取消 我去门口放图钉 会议取消 我去赶走所有佣人 会议取消 我去找大师驱邪 会议取消 因为我想会议取消 警告你们 谁也不许给我阻拦巨型 否则乔楚楚就没有办法预判接下来的事情了 我们只需要在最关键点扭转局势即可 别把事情弄难了 小七 你一个人可以应对吧 我不是一个人 我还有一条狗 你们来这里是顶两个空位置 先生们让你们做什么就做什么 在这里工作一个月能挣三万块钱 可千万别得罪他们 不然这高薪工作就没有了 主要工作就是做家务 洗衣服 打扫卫生 给厨房打下手 端茶倒水这些琐碎事 哥 我能不能去书房画画 不能 为什么 我要盯着你 防止你自杀 那我画画怎么办 画我买了 女主来了 哼 裴不羡你现在跟我装 实际上你就是个痴情种 要是我死了 你就是七人组里最病交的那个 为啥我哥一直盯着女主看呢 果然啊 这命中注定的爱恋无论如何也躲不掉了 裴先生一直看着我 是有什么事情吗 我在思考 思考什么 思考为什么一天一千元的工钱 会聘请到你这样的废物 走了 乔楚楚 回书房 西高地 跟爸爸走啊 西高地 我的西高地呢 哪去了 七哥 没事的 西高地应该只是去其他房间完了 虽然房子大不好找 但门都关着 西高地还能去哪呢 我跟你一起去找 我从侧门过来的时候 我给忘了关门 什么 你怎么能忘记关门 我不是故意的吗 不是故意的就完了吗 快点把我的西高地找回来 我要它回到我怀里 可 我不知道去哪里找 你不知道去哪里找 我却知道去哪里找 你的蠢爹和蠢妈 这只狗 我养了六年 它又蠢又倔 蠢到不认路 蠢到谁带着它 它都会走 如果它出了个什么三长两短 你们全家都得给我等着 赶紧给我去找 这房子怎么这么大 烦死了 为什么什么麻烦事情 都找上了我呢 喂 妈 雪纯啊 你赵闪刚才在路边 捡到了个小狗 说是杀了吃肉 补补身体 晚上你回家 我们一起庆祝庆祝 小狗 妈妈 那个小狗有照片吗 好像是个小白狗吧 一看就是好人家的狗 身上可多肉了 妈妈 这只狗可千万不能吃了 你帮我告诉赵神 这只狗是雇主的狗 让我给弄丢了 好好好 爸爸 那个是乔楚楚吗 是他 走 我们跟上去 根据小说剧情 西高地是在一个超市 我得马上赶过去 晚了就变成狗肉火锅了 这小狗真好看 油光水滑的 这狗你花多少钱买的呀 我捡的 没有人要 看他可怜我就给收养了 这狗叫西高地 最便宜的都上钱 最贵的好几万呢 呀 这一条破狗这么贵啊 那要是这么贵 吃了有点可惜啊 你要吃 呀 你谁啊 这是我家的狗 给我 谁说这是你家的 这是我家的 你家的 这狗植入了芯片 主人是赔不现 你叫什么呀 你是赔不现吗 你跟我审子喊什么 夏雪纯 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这不关你事 把狗给我 我告诉你们 别逼我对你们动手 真打起来你们不是我的对手 你打我啊 你敢动我一下我就趴地上 讹得你亲家荡产 乔楚楚 我知道你在你家的分量是什么 你不用在我面前装模作样 你说什么 我知道你家人都不喜欢你 也知道你哥哥在外面装样子才会保护你 你不过就是个养尊储优的大小姐而已 没有你哥哥 你什么都不是 我去 乔楚楚太牛了吧 真是太惨了 看你年过半百 给你个面子 把狗给我 我告诉你 我可有心脏病高血压高血脂 你敢对我动手吗 你有你太难也没用 给我听仔细了 我今天有底气动手 是因为我有钱 我可以请最好的律师来跟你们对阵 完全不怕你们讹诈 而那些钱 不是我哥哥的 是我的 你们这么小气吗 这么有钱 都不给妹妹钱花 我们给不给她花 是我们的自由 幼稚 跟妹妹赌气 就不给妹妹钱花 我儿子都不会干这种事情 如果乔楚楚是我的妹妹的话 我就一定不会因为 钱这点小事跟她吵架 请不要自顾自地 代入到乔楚楚哥哥的身份 你们又不是我们 是啊 我们又不是你们 但现在你这个妹妹 正在为你的狗奋斗呢 你这个当哥哥的做何感想 哼 乔楚楚 你怎么还动手打人 你知道赵神有多难吗 写一本赵神自传发我邮箱 我抽空看看有多难 敢打我 那我就砸死这条破狗 西高地 狗狗 儿子 乔楚 乔楚 我又洗了吗 是的 这一次不仅仅你洗了 你还连累着楼月爵也洗了 可恶 我要搞洗那个夏雪纯 不行 夏雪纯是气韵之女 姬燕川是气韵之子 他们是进攻方 你是防守方 人家有秘术护着的 你动手也没有用 所有事情都会有条不紊的进行 就算时间线不对 地点不对 也会发生剧本上的一切 你只能在最关键的地方扭转你的局势 毕竟在你和其他配角的人生里 他们依旧是主角 所以我只能防守 你可以以手为攻了 这是你最擅长的 不是吗 再来 你没事吧 没事 没受伤吧 刚才有那么一瞬间 我以为你要被车撞洗了 我是被撞洗了两次 不仅仅我洗了 连楼月爵都洗了 要不是我还有九次重生的机会 我和楼月爵就要被这个老太太害洗了 真是吓喜我了 你救了我的命 谢谢你 谢谢你救了我儿子的命 没这么严重 这是我应该做的 不 我相信在那种紧要关头 大家都会下意识保护自己 而不是会救一个不相干的人 你是我父子俩的英雄 哼 离我妹妹远一点 为什么 因为她是我的妹妹 可你都不给你妹妹生活费 现在给了 账户到账两百万元 就这能买几个包啊 账户到账五百万元 这算是你救了我儿子的辛苦费 哼 账户到账四百万元 现在六百万了 这俩人是在干嘛 这是抽的哪门子的疯啊 你们别这样啊 我转回去多麻烦啊 你在说什么 哥哥给你钱什么时候要你转回来过 连自己妹妹的生活费都不给 谁知道私底下会不会要回去 乔小姐 我儿子的命值这个钱 谢谢你帮忙 可我不需要这么多钱 你们这样很奇怪 感觉好像是在给我充值刷好感一样 不 你需要 再说 就算是刷好感又能怎么样 你完全值得 三十岁的老男人 竟然还想跟我争 那我直接给乔楚楚两千万 他是不是被你俩骑晕了 给一点小钱就昏过去了 他什么时候这么没出息 应该不是他没出息 而是你们很少对他这么好 他一时高兴坏了 我说了 我们对他很好 对 不给生活费的那种好 你们两个大人起码做点什么吧 把他拉去火葬场 也比在这吵架强 走 上车 你们要去哪 事情还没解决呢 我们会找人回来解决的 也不用你在这儿等 雪雪啊 婶子不会被他们报复吧 这几个人看起来好像都挺有钱的 没事 不用怕婶子 有什么事情我会帮你处理的 所以你们的意思是 患者在跟你们说话 说着说着就晕倒了吗 对 只是很平常的聊天而已 给他转了两千万之后他就晕了 好 两千万啊 多 多少 两千万 我跟他哥哥家在一起给了他两千万 为什么要给他两千万 因为我们比赛 谁给他的钱更多 然后他就晕了 真是太没出息了 一点小钱而已 那我知道他怎么晕倒的了 他是被破天的附会砸晕的 有人来抢你钱了 什么 谁要多我的钱 看 好了 小谢 把这个给瞧楚楚 别说我做的 就说是你做的 为什么 因为我不想让他知道这个东西是我送的 可 这是您亲手烤的蛋糕 小姐不知道是不是有点太可惜了呢 我说让你给他你就给他 你绝对不许说这个蛋糕是我送的 听到了吗 好 乔小姐 您今天救了裴先生的西高地 辛苦了 所以 这是我送您的蛋糕 哇 好漂亮的蛋糕 这个是你做的吗 嗯 是我做的 切开尝尝看吧 不是 这蛋糕不是你做的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这是裴不现的手艺 您是怎么知道的 我就是知道 这可是独属于裴不现的蛋糕味道 不管时间再怎么变 我都不会忘记 这家伙 想谢谢我还不好意思说呢 乔大小姐 你有钱就了不起吗 有钱就可以欺负我们穷人吗 夏雪淳小姐 你好大的威风啊 为什么 这几个人会回来 他们不是去上班了吗 是乔小姐先过分的裴先生 不是我的错 几人敢当着我的面欺负我妹妹 还不是你的错 没想到吧 老娘特么是古希腊掌管大逼兜的神 放开我 放个屁 我今天要是不把你使打出来 都算你屁股夹得紧 哥 乔楚楚这个女孩子老可爱了 你见到她一定会喜欢她的 铃声板着俊脸 没有回答 她喜欢乔楚楚整整四年 当然知道她的魅力在哪里 俩人并肩前往客厅 忽然听到一阵非常刺耳的尖叫 你想要往哪跑 你仗着有钱就欺负我 这不叫欺负 这好叫欺负 卧槽 是我出现幻觉了吗 我好像看到了铃声 装容精致的时候 看不到半个熟人 满脸都是奶油 而且还是素颜的时候 竟然见到了自己的初恋 初恋 什么情况啊你 话说到一半 她反应过来自己刚才听到的是 乔楚楚的心声 我好像听得见乔楚楚的心声 而我妹妹好像也能听到 我去洗把脸 铃声 你听得见那个声音对吗 什么声音 裴不羡不由她承认 直截了当地说 我们裴家八小姐的初恋 原来是你呢 乔楚楚瞎了吧 竟然能看上 裴老七你说什么呢 我哥温柔多金又有钱 长得又不赖 乔楚楚喜欢上她这样的大哥哥不够分吧 我支持你俩在一起 以后乔楚楚就是我嫂子 不行 有什么不行的 你们自己没空还要拽自己妹妹下场 也太过分了吧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 我们是在说心声的事 就是你脑海里面想起来的乔楚楚的声音 难道你们都能听得见 当然都能听得见 而且能听见的只是一部分人 我们怀疑 能听见乔楚楚心声的 都是下场不好的人 我的下场是进监狱 蹲了几年大牢出来后精神崩溃 自杀身亡 他们七个人都破产 谈戏街头 既然你也能听见乔楚楚的心声 那就让我解释一下现在的情况吧 毕竟你是林青的哥哥 曾经以后 也是要一起合作的了 好 乔楚楚 你竟然打晕我姐妹 我要报警抓你 齐小家鼓足勇气站在这里 是因为他刚才看到夏雪淳 躺在休息室 脑袋上肿起来那么大一个包 你根本就不尊重我们 夏雪淳摄心用蛋糕 胡了乔楚楚一脸 你说我妹妹不尊重 那乔楚楚也不能把她打晕啊 万一她出了个什么三长两短呢 那夏雪淳 用蛋糕胡我妹妹一脸就安全了 万一她窒息了呢 万一她活过憋死了呢 反正你们就怎么说怎么有道理 你们就是仗者有钱仗势欺人 如果我们真的要仗势欺人 你现在还能这样站在我们面前 跟我们说话吗 乔楚楚 你难道就打算这样 被你身边的人保护着 不打算像个成年人一样面对我吗 不打算啊 大家都在帮我 那我干嘛跟你浪费唇舌 我听王阿姨说你大学 都是被你哥哥们捐钱上的 国外名牌大学 果然你跟我和雪淳 这样的努力奋斗的人不一样 你就是个混吃等死 被家里人好好照顾着的米虫 与此同时火急火燎赶到的王阿姨 听到齐小佳这句话 脚下一轮 一屁股坐在地上 齐小佳 竟然把我跟她说的乔楚楚坏话 跟他们说了 齐小佳 私次讨论雇主的私生活 你们三个是要被解雇的 解雇就解雇呗 反正工作那么多 好的雇主那么多 我们也不差你这一个 你好像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 我解雇了你 同时我也会让我的家族动用 所有人脉知道你们三个人干的蠢事 这个意思就代表 每一个想要雇佣王阿姨 和你们的大家族和大型企业 都会看到你们曾会泄露 雇主隐私秘密的黑历史 王阿姨的月薪能从五万掉到几千 什么 王阿姨顿时脸色大变 赶紧跑到乔楚楚面前 八小姐 我真对不起 求求你别解雇我 我还有一大家子要养呢 我知道错了 我再也不敢多嘴了 完了 敢拿你雇主的私生活 作为谈资 就应该承担暴露的风险 收拾收拾东西滚蛋吧 裴先生 你就原谅我吧裴先生 我不再多嘴了 我真不再多嘴了 我求求你别做这么句啊裴先生 你嘴怎么就这么贱 我就不应该把你们两个人都叫过来 你们害了我了 你们都害了我 哼 活该 今晚好像还有裴风弄一场戏来着 好像裴风弄完赛车的时候 碰到了男主姬燕川 傻逼男主心情不好 专门找裴风弄半子 故意别裴风弄的车 导致裴风弄进医院 然后季燕川和裴家的两子就算是结效 季燕川那个傻逼还好意思开车别别人 忽然 他和铃声的手机震动了 诶 是裴油川将他们两个人拉进了眼神交流群 我们就用眼神沟通 这样不会暴露 而且有什么事情 接下来我们大家有什么安排 也好处理 我并不明白 为什么我们不能直接跟乔楚楚挑明 这样让他跟我们商量着来不好吗 哥 我们可都是小说恶毒配角 要是让这个未免知道我们能够察觉到我们的大结局 说不定我们会被世界抹杀的 就像乔楚楚一样 楚楚在被世界抹杀吗 说到抹杀 乔楚楚今天醒了两次 原本他有十次重生机会 现在只剩下七次了 本来打算回来就跟你们说来着 刚才我把这件事情给忘了 那也就是说楚楚已经死过三次了 前三次他是怎么死的 为什么你们在他身边保护他还会让他受到危险呢 别吵了 让陪不现讲一下到底是怎样的一种重生 我怎么知道 我就看到他从危险中脱困而出 然后就说自己用了两条命 我是看不见的 但我唯一可以肯定的就是 只要是有男主或者女主在的时候 乔楚楚都有可能死 那也就是说 乔楚楚今天极有可能会死 认了乔楚楚今晚极有可能会洗后 大家默默看向乔楚楚 陪不现 你做完盯着乔楚楚的任务了吧 那就把他交给我吧 不行 接下来让我来保护乔楚楚 不可能 陪风弄 你把他弄疼了 我自己的妹妹 关你屁事 就关我事 我这是感受到了一波传说中的两人争一人的待遇吗 但有一说一 看别人是挺好玩 自己身陷在其中是真的不爽 你俩放了我吧 要实在舍不得 就把我批两半带回家火化了吧 是不是弄疼你了 我还不等乔楚楚回答 陪风弄直接拉着乔楚楚就走 你就这么让你妹妹身陷险境 这是我们的规定 每一个人发生事情的时候 那个人就得让乔楚楚在身边 这都是他要保护自己应该做的 轮到你 我们也不会阻拦你带着楚楚走的 可乔楚楚万一洗了呢 总不能因为他还有七次机会就这么挥霍吧 我们不会让他洗的 我们也会去现场的 林沈 我理解你很想要修复 你跟乔楚楚之间破碎的感情 但乔楚楚喜欢你是过去世了 我劝你趁早打消掉这个念头吧 毕竟你年纪太大了 跟我妹妹不配 在你眼里谁跟你妹妹都不配 知道就好 一个个都跟我拉拉扯扯的 好烦呀 嘴上说着讨厌我 却都这样对我生拉硬拽的 还要限制我的人身自由 一骨子跌味 什么是跌味 裴风弄拿起手机 点开浏览器搜索 一种指这个人有老父亲的味道 第二种的意思是 整天就想着当别人爸爸 今晚我有一场友谊赛 你要是跟我一起去 我就给你五万零花钱 钱不钱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想看你的友谊赛 裴风弄看着乔楚楚的背影 他想起小时候的乔楚楚和他一起玩电玩 就是玩的赛车系列 长大以后我要成为赛车手 我要成为一个最厉害的冠军 那会不会很危险啊 哥哥 不会的 因为我相信我就是天生的第一名 我绝对不会有事的 后来没过多久 乔楚楚送了他一条项链 这是我设计的 以后让这条项链保护你 保佑你平安 保佑你爸爸拿第一 裴风弄从口袋里拿出一条陈旧的项链 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还要戴着这条项链 可能习惯了有事没事就要拿出来看 刚准备将项链细心收好 突然被人撞了一下 抱歉 踩到了你的项链 我这个人 不走弯路的 捡起来 这么丑的东西 你也要戴在身上 看来你的品味也不怎么样 我让你捡起来 你知道我是谁吗 这位可是纪彦川 纪总 你们眼下 我们家这可是裴风弄裴总 F一方程是七连贯 这就是那个裴风弄 我弟嘛 那不是比纪总还厉害 捡起来 我还以为是谁呢 原来是排幽川的弟弟裴风弄啊 我听说你们妹妹小楚楚 对你们七个人都有想法 好卧星啊 你不捡是吧 不捡 因为我从不走弯路 我也从不弯腰 靠 我特别要给你脸了是吧 我去 乔小姐 你谁啊 我是你胖虎开天辟地后 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乔大爷 你特喵欺负我哥是吧 天啊 乔楚楚竟然是会功夫的 我从不知道她会武术 纪彦川竟然跟乔楚楚 这个菜鸡打了个平手吗 真不敢相信 乔楚楚在我们面前 就是个挣扎也没用的小猫 但在纪彦川面前 竟然是个拳皇 本小姐学格斗术 勤勤恳恳好几年 就为了这一天 可恶 裴风弄 这就是你的妹妹吗 对 这就是我妹妹 你妹妹就像是一个泼妇 那也比你这个细钩强 你说什么 她说你是细钩 我哥说的对 你这个女人竟然敢这么跟我说话 你信不信我 你想对我姐妹干什么 林青 她是我妹妹 我罩着的 既然你是林青妹妹 我也就给你一个面子 你不给面子也没用啊 你都没有赢我 现在不过就是无能狂怒而已 我猜不是 我只是让着你而已 是吗 那你要不要看看你自己现在的样子 幸好我跟你掰了 你简直就是我人生最大的污点 咱俩就在在休息时看他们飙车吧 顺便叫人弄来点烧烤怎么样 不行 我要跟这女人比飙车 比飙车 纪彦川你为了招补也不至于这样吧 乔楚楚根本就不会开赛车 林青 别看我们两个人曾经有过婚约 但现在婚约已经作废了 你凭什么这么和我说话 小楚楚 你要是够肿就跟我比赛车 楚楚不会开赛车 我来跟你比 我来 好 我答应你 要玩就玩把大的 谁输谁裸奔赛车场一圈 敢还是不敢 纪彦川从小就喜欢玩赛车 他是很有实力的 而且赛车很危险的 我知道 我捆绑系统之后 虽然不给我钱 但是在比较冷门的区域让我无敌 好巧不巧 其中有一个区域 就是赛车 我的赛车技术 我敢说第二 没人敢说第一 你可千万千万要小心啊 你别看纪彦川刚才像个憨憨一样 他在这方面还是很有实力的 我会谨慎的 你确定你能行吗 当然 还是让我来吧 不管怎么样 他都不会让自己的妹妹去送喜的 如果真的要喜 他情愿那个人是他 哥 相信我 我一定会拿到冠军回来 并且让纪彦川裸奔一拳 别担心我 好吗 这一次你带着他 这是 我送给你的那条 别说了 带着他回来 别弄坏了 可这个好像已经坏了呀 你不会罗我吧 逗你的 现在退场换你哥哥还来得及 我也想好了 不能就这样欺负一个妹妹 妹妹 跟我有辈分的才能这么喊我 你又算老几 妈咪 你怎么这么没素质 怎么 想跟乔大爷谈素质啊 不好意思 对你 乔大爷没有 各就各位 预备 开始 我去 还以为乔楚楚是开玩笑的 结果她是玩真的 我一直以为乔楚楚就是个小弱鸡 没想到她这个时候还挺帅的 你说你怎么这么没有出席呢 差点就要到手的女朋友就这么弄没了 你现在后悔了吧 我很后悔 肠子都要火轻了 我已经在努力挽回了 算了吧 你如今就是乔楚楚年少时喜欢的白月光而已 人家现在已经明白着不喜欢你这款了 你吃回去吧 看 她怎么会这么快 哈哈 没想到我这个可爱的外表下是个狂野型选手吧 乔楚楚紧盯着终点线 马上就要结束了 她扫向后视镜 却见纪彦川不知道什么时候脱离赛道了 乔楚楚陡然起了警惕 看向左边 只见纪彦川的车子直接向她撞来 又爆炸又爆炸了 没事 已经炸完了 你已经死了 整个人就跟烤鸽子似的 喷香喷香的 气息我了 我也要把这个疯子撞洗 不行 为什么不行 宿主啊 撞人是要进小黑屋的 难道他就不用进小黑屋了吗 就凭他是气韵之子 他就可以无法无天吗 如果你真的洗了 他确实是要进去的 但你没洗 你还会回到他撞你之前 我就不明白了 他是以为自己是天子啊 说撞我就撞我 他疯了吧 放心吧 宿卓 我相信你肯定能够到大结局 纪彦川他想干什么 坏了 纪彦川这人脾气特别不好 他估计要撞乔楚楚 有什么办法阻止吗 糟了 纪彦川撞上去了 陪风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 看向朝着乔楚楚撞去的纪彦川 只见纪彦川直挺挺撞向乔楚楚的驾驶位 突然 乔楚楚一个极其漂亮的飘逸甩尾 躲开了纪彦川的撞击 赢了 乔楚楚赢了 我去 吓起我了 我以为他要被撞飞了 乔楚楚 我赢了 我是冠军 虽然我被纪彦川撞洗一次 但我赢了 听见楚楚心声后 大家脸上挂着的笑意抖然僵住 而此时只见赔不现把狗放下 拎着个塑料袋静止走到他面前 你想干嘛 这里是我家狗刚拉的 热乎 然后 送你 狗屎 狗屎进我眼睛里了 TD啊 我们怎么说也得友善一点 不是都已经说好了 谁说谁就在赛道裸奔一圈吗 你这狗屎是额外的项目 得加钱 我给的起 那也得按照我们订好的项目走 请帮我们把这货的衣服脱了 可 季先生现在不舒服 他不舒服跟我有什么关系 又不是我不舒服 来 大家都是男人 愿赌服输别害羞啊 我帮你脱衣 你吗 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四哥 如果今天输的是我 你会支持我裸奔吗 裴风弄愣问问一下 他目光坚定地看着乔楚楚 像是许下了很沉重的诺言 我会代替你去 那你呢 为什么要帮我对几件船 其实裴风弄真正想问的是 他明知道自己会遭遇危险 明知道自己可能会死 为什么还要帮他 因为你是我的家人啊 而且当时我看到你跟基燕川打架 我根本就没有过脑子 你确实很像猴子 我先上个厕所 哎 只剩下六条命了 以后得省着点用 你们是谁 想要干什么 嘿嘿嘿 这么久的乔楚楚 为什么还没回来 裴风弄有点不放心乔楚楚 立马赶了过去 刚巧碰到那火人扛着乔楚楚 你们干什么 给我放下他 我已经取道 正在开往目的地 嘿嘿嘿嘿 那个臭女人让我在这么多人面前丢脸 那我就让她和她的家人感受一下什么叫真正的丢脸 乔楚楚被人带到一处废弃工厂 而带他们来的人明显训练有素 还放着一架摄影机对着他 甚至一个男人还吃了一粒药物 他们想干什么 他们弄摄影机干什么 乔楚楚浑身紧绷 他隐隐猜到了什么 但他不敢细想 我不管谁请你们来的 我可以给你们双倍 不对 三倍 一千万 我给你们一千万 把我放了 我绝对不会报警的 我不会报警的 偌大的工厂 没人理会他 只有他近乎啜泣一样的谈判声 你们出个价 我给 我都给 别碰我 我可以给钱你们很多钱 臭女人 还以为自己是千金大小贱 告诉你 你给多少钱都没有用 所以别做无所谓的挣扎了 懂吗 乔楚楚听后脸刷了一下变得惨白 如果剩下的六条命能让我活下来 逃离这帮人的魔爪 我一定要杀了他们 杀了幕后雇佣他们的人 怎么 不挣扎了 学乖了 乔楚楚别开头 看向四周 确认每一个人的脸 双眼迸发着浓烈的杀意 最后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就在这时 门外传来渐行渐进的隐情声 什么声音 一样的 四哥 四哥来救我了 哥 哥哥来迟了 对不起 乔楚楚紧绷的神经瞬间断裂 哭着扑到他怀里 我好怕 我好害怕 他们所有人都要欺负我 我好怕 裴风弄感觉心都被揪着 更是如梗在吼 没事了 没事了 我不知道 我好慌 对不起哥 别嫌弃我 就让我抱一会儿 让我抱一会儿 对不起 对不起 是我没有保护好你 对不起 不知过了多久 一群条子和裴渊等人赶了过来 楚楚 哥 裴渊紧张地让他上下打量 再看向四周 见到摄影机还有一群 倒在地上的壮汉 瞬间明白 这里险些发生什么事情 弄意向团伙请客间 聊遍全身 走 我带你去看医生 他没有拒绝 回眸看向裴风弄 四哥 谢谢你救我 谢谢你借给我的护身符 这次肯定是你的护身符起了作用 所以才会让你在那个紧要关头闯进来 真的很感谢你 起作用的不是护身符 是你电子手表的定位 不管是什么起到了作用 从四哥闯进来的那一刻 就是一个英雄 走了 带你去医院 他乖巧点头 与裴渊一同上了车 我们好好调查一下是谁对乔楚楚起了这么歪的心思 找到后搞死他 那帮人不说幕后黑手 咬死了说自己是因为看到乔楚楚的美貌才起 乔子不管怎么套话都套不出来 我们的线索断了 裴风弄心动的一下沉到谷底 乔楚楚就算跟我们再怎么关系不好 那也是裴家八小姐 感动乔楚楚的 就只有和我们对抗的圈内人 我知道是谁了 七眼川是吗 好 我去弄死他 你有病吗 嘎人是要进小黑屋的 说不定你还要急行 我知道 帮我照顾好我的膝膏地 不行 你别发疯了 我没疯 我是认真的 十多年前 我们七个就一起发誓 绝对不会再让乔楚楚受到一点伤害 乔楚楚对我们不好 那是乔楚楚的事 他欠我们的债 要他自己来还 但我们定下的誓言就是誓言 誓言就得兑现 那也用不着你亲自动手 不亲自动手 怎么结我心头之恨呢 而且他还会卷土重来的 有别的办法 还有什么办法 楼听寺 凭借着他在国外 让人闻风丧胆的手段和人脉 一定有办法查到乌侯黑手 可他为什么要帮我们 你之前不是跟我们说过 你感觉楼听寺 极有可能也听得见 乔楚楚的心声 对吧 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 那楼听寺就跟我们 是一条船上的蚂蚱 只要我们确认楼听寺 能听见心声 我们就能跟他交易 裴不羡毫不犹豫地拿起电话 拨吞了他的号码 喂 楼听寺 我是裴家老气裴不羡 我有件事情要问你 你能听见乔楚楚的心声是吗 你和你儿子 都能听见乔楚楚的心声 对吗 果然还是被你发现了 裴不羡 既然你能享受到 乔楚楚为你带来的未来预告 那你应该也知道 这个世界在抹杀乔楚楚 它随时随地都有危险 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性命 我们就一定要保护乔楚楚 所以我希望你能帮我一个忙 说来听听 就在刚刚 我妹妹经历了一场绑架 而在之前 她刚好跟纪彦川有冲突 当然你也应该知道 我妹妹为了救西高地 和你儿子时费了两条命 而她跟纪彦川起冲突的时候 她又丢了一条命 你有办法调查到真相吗 电话那边沉默了几秒 一阵点烟声传来 三十分钟 等我电话 在场的人无疑不是面色凝重 果然在我们之外 还有人能听见乔楚楚的心声 会不会还有更多的人加入其中 而以后出现的人 是好人还是坏人 一个小时候 与乔楚楚的同一楼层内 住院部的两个护士 在小声谈论 见过这么多父姓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姓威生的人 这还是个女大佬呢 又有钱 又没有老公 长得还美 还有一堆小帅哥追求 这是什么稀罕人生啊 别说了 女大佬来了 只见一个女人坐着轮椅 被一个清秀的男生推着 我给你的钱 你还上了吧 是 谢谢威生姐 要不是威生姐 我的钱也没有办法还上 我说过我不喜欢别人叫我威生姐 你要么就叫我宇灿姐 对不起宇灿姐 按照我们说好的条件 你今天晚上准备一下吧 是 乔楚楚从噩梦中惊醒 环顾四周 她看到床头柜上放着一张纸条 是陪彻写的 如果你醒了 不用担心 我们去调子局一趟 我请了专人护理你 需要时就按灵 她放下字条 从病床上下来 想出去透透气 刚走出病房 就看见了微生宇灿 乔楚楚原本心情阴郁 被这突如其来的美貌 闪得眼前一亮 好美好性感的人 感觉她浑身都在发光 好奇怪 怎么感觉好像有个女生的声音 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乔楚楚 李家浩 你怎么在这 宇灿姐 这位就是我跟您说的那个 让我赔偿了几十万的女生 乔楚楚 微生于灿 这就是那个被李家浩和夏雪淳 害死的微生于灿 哥 你这脚得多臭啊 我穿出臭袜子了 而且这不是夏天 冬天也挡不住我哥的真正实力 难道我脑袋里面出现幻觉了 看来我得做个CT了 让我仔细想想 微生于灿是怎么死的来着 起因是 她看上了李家浩 给李家浩一笔不小的钱 要求李家浩献出自己 嘖嘖 不得不说大佬的品味 我是看不懂 果然大鱼大肉吃多了 就喜欢吃点小咸菜解解腻 好像是李家浩推着她去外面透气 恰好碰上了来找妈妈的夏雪淳 夏雪淳发现她为了钱 出卖自己的身体很生气 两个人在争吵过程中 刚好碰到刚发烧没力气的微生于灿结果就被车撞了 带我出去透口气 于灿姐 巧楚楚她之前欺负过我 就是因为她我才欠了好几十万的 坏了 现在李家浩是被包养的小奶狗 她一撒娇大佬不得把我嘎了 这幻觉怎么活灵活现的 还会对应话题 你凑过来 李家浩一正 疑惑的靠近她 您为什么 就凭一想命令我 你不掂量掂量你自己几斤几两吗 巧楚楚这个名字虽然很大众 但蓝城妇人圈内叫巧楚楚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裴家人捧在心肩上的小公主 李家浩不过就是一条她拿来姐妹的流浪狗 竟然教唆她去欺负别人家千尊万贵的小公主 万一她以后要跟裴家达成什么合作呢 那岂不是影响她赚钱 道歉 李家浩她委屈低下头 不太想说 眼神颇有责备的意味 怎么 连人话都不会说了 哈哈哈哈 笑死我了 围观大佬训狗 我的幻觉又出现了吗 我不会精神分裂了吧 快点道歉啊 李家浩浑身一颤 心不甘情不愿地跟巧楚楚道歉 对不起 打扰到你了 没事 我不介意 毕竟你也没想到你求人收拾我 结果你挨了一大逼兜 哈哈哈哈 还不快走 等等 微生小姐 这家伙她有喜欢的女生 她不够忠诚 请你现在别跟她下楼 换个帅哥一起下楼吧 你值得更好的 哈哈 头一次听到有人这么跟我说话 等姐姐把她品尝完了 姐姐就换人 这话给巧楚楚直接整不会了 果然大佬格局还是高啊 拿到手的男人还得品尝一下才能扔 行 那你品尝完了一定要换人哦 好的 不行 还是得去看看 这个时间地点实在是太像于参大佬出事的时候了 夏雪纯失魂落魄地在医院门口等妈妈下班 她满脑子都是最近发生的事情 真是有够倒霉的 老天爷真不公平 像我这种认真生活的人 这人连个工作都找不到 而那种混吃等死 性格扭曲的女孩子从生下来就踩在我头上 难道我要真像是我妈妈说的那样 要找到一个很优秀的有钱人 才能踩在巧楚楚那种货色的头上吗 她不经意抬头看向医院 刚好撞上李嘉浩的目光 来了 经典对视画面来了 微生雨灿抬头看去 发现夏雪纯站在医院门口 十分惊讶地看着李嘉浩 李嘉浩也愕然看着夏雪纯 一瞬间 于灿就明白了 这就是李嘉浩的欣赏人吗 但为什么我的大脑还有乔楚楚的声音 她环顾四周 不经意看到乔楚楚的脸 乔楚楚还浑然不知自己已经被发现了 我是能听见这个家伙的心声吗 那我刚才听到的全都是真的吗 忽然 一个少年在乔楚楚的后面探出头 怀玲为什么会在这儿 还站在乔楚楚身后 少年坏笑着给她打手语 这个女孩在跟踪你 雨灿赶紧打手语 离她远点 我有事情要确认 不许被她发现 她没注意到我 此时乔楚楚突然撞上于灿的目光 她吓得一哆嗦 想要开溜 转身就撞上少年 卧槽 帅哥 而且这个帅哥怎么跟于灿姐这么像 而少年却见了鬼事地盯着乔楚楚 对不起 我不知道我后面有人 少年拿起手机打了几行字 递给乔楚楚 我是聋哑人 听不见你说什么 我很抱歉撞到了你 我不知道你在我身后 你会成语 不对 现在我应该关心我喜欢的 于灿大佬的安全 没有空跟帅哥说话 再见 只见少年满脸笑容地 看向于灿 姐姐 那个女人的声音在我的脑袋里响起来了 最神奇的是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声音 我竟然听得懂 什么 弟弟也能听见吗 你听见什么了 此时的卫生怀铃开心极了 他说你要被车撞死了 那你是不是有点太开心了 我真没想到你竟然是这种人 亏我以为你是努力上进奋斗的佳浩哥 你太让我失望了 下雪唇头也不回地走了 李佳浩推着鱼灿就追着跑 干什么 你拿我当加速器呢 你追他你倒是把我撒开呀 说完 他大脑缺氧 又犯晕了 而李佳浩像没听见一样 追在夏雪唇身后扯着嗓子喊 雪唇 你等等 你听我解释 我不听 你变了 你再也不是我的佳浩哥了 他跑上马路的一瞬间 一辆车急速朝他冲来 李佳浩一把推开鱼灿 奔向夏雪唇 鱼灿的轮椅向前拱了一下 直接将他甩向大道 微生鱼灿脑袋里现在只有一个念头 乔楚楚的心声是真的 突然 一道强劲的力量抓住了他的轮椅 没事吧 鱼灿姐 乔楚楚 你 你怎么 姐 我刚才早就跟你说了 李佳浩这货客你啊 幸好我预判了一波 早早就躲在马路上蹲点了 不然我喜欢的角色就改一个了 多可惜啊 鱼灿不敢相信 虽然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他隐约明白这是怎么的情况了 乔楚楚改变了他死亡的结局 对不起雪纯 我这就把钱还回去 我再也不会做这种事情让你失望了 请你原谅我 佳浩哥 我真的很无助 很害怕 鱼灿杀意上脑 想要走上前 等等 鱼灿姐 交给我 你差点害死鱼灿姐了你知道吗 乔楚楚 我不许你欺负佳浩哥 夏雪纯 我告诉你 抽李佳浩我用鞋底子 抽你我用纯棉袜 别看袜子不疼 让我抽谁谁隔音 乔楚楚你在干什么 刚才差点撞到 微生鱼灿的车就是他们的 他们刹车的同时 就看到乔楚楚 把一个女人救了 然后就开始脱鞋脱袜子 乔楚楚 见到他们来 顿时眼前一亮 裴游川你来得正好 把你袜子脱了 为什么 乔楚楚没回答 对着夏雪纯放狠话 我告诉你 你现在说话 给我小心一点 不然我就拿裴游川袜子 扇你鼻子 让你嗅觉长腿 离家出走 这辈子都回不了家 坏了 这语言带味的 三哥 你这脚得多臭啊 我穿楚臭袜子了 而且这不是夏天 冬天也挡不住 我哥的真正实力 行 你这么整我是吧 那三哥挺你 三哥陪你两只袜子 外加两双纯牛皮马定靴 谁替暗敢欺负我妹妹 是不是你 美的BGM在每个人耳边响起 三哥 还得是你啊 你这效果绝了 乔楚楚 我这是在外人面前给你面子呢 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我脚臭 把我脸丢得一干二净 你等我回家收拾你 把袜子和鞋子穿上吧 哥 天寒地冻得别着凉了 容易公寒 公寒是吧 啊不是 是心寒 没事 我现在心寒不要紧 我相信会有人跟我一起心寒 你猜这个人是谁 李嘉浩 李嘉浩欺负我 你愣着干嘛 上啊 这可是好机会 陪游川守门 三哥赶紧守门 保护好水晶 我来帮你楚楚 我妹妹我来处理 幼稚 这点破事还要争强 怎么 不讲武德想要绕后啊 我要去帮乔楚楚 我哥已经去了 你哥已经被拦住了 你也被拦住了 你们讲点武德 好歹 好歹也是七个大男人 这是solo局 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他们嘀咕什么呢 我怎么一个字都听不清 我咋感觉他们一个个都想上来 却又一个个都不能上来的样子 瞧楚楚 看来你身边的人根本就不喜欢你啊 他们压根就不想帮你 我不是需要他们帮忙 我就是好奇他们为什么在后面开会 是吗 那说不定他们是商量怎么抛弃你呢 我靠 他们说不定真的在商量怎么抛弃我呢 算了就算是真的 那也是我绑定了系统后座的下场 但尽管如此 我也依旧要在我的死对头面前装备 我告诉你 就算是这帮人把我抛弃了 你瞧姐也能找个一模一样的阵容一比一复刻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瞧姐的魅力无可代替 楚楚 不是我们不帮你 只是我们都想帮你 所以争枪起来了 小楚楚 我来处理 啥啊 一会儿来一会儿不来 我装备的节奏都被打乱了 到时候等他俩争枪完都到夏天了 还用他俩上 蚊子咬下雪纯身上的包都比他俩的贡献多 我直接来吧 真是一点屁用都没有 你知道你刚才差点把于灿姐推到马路上吗 要不是我手快 于灿姐就要被车撞死了 我就知道 你又想讹人了 这次你想要多少 一百万吗 我跟李家浩说话关你屁事 我就是论事 要钱也不是我来要 那家浩哥和那个大婶的事情也不关你事 大婶 这个女孩绑我叫大婶 她很生气 结果乔楚楚比她还炸毛 夏雪纯你睁大你的眼看清楚 雨灿姐美得跟妹模似的 你叫这么好看的女人大婶 你礼貌吗 家浩哥说她42岁了 我24岁 我叫她大婶不应该吗 我这是礼貌 果然我们穷人说什么都是错的事吧 你可别侮辱穷人了 你就是单纯的情商买你家祖坟里了 夏雪纯脸一沉 顺手抓起路边的水泼她一脸 你嘴巴放干净一点 完卖太的是布 行 裴又穿把你袜子护她脸上 没问题 你谁啊 这位是我的五弟 卫生怀灵 先天性是聪 他听不见你们说话 他是来帮乔楚楚的 一位乔楚楚帮我了 让我看看你受伤了吗 看见这一幕几个哥哥瞬间亲了脸 裴又穿率先反应过来 别拉拉扯扯的 很抱歉 我听不见 你哥哥是跟我生气了吗 没有 我哥哥不会生气的 他是好心来救我的 你吓到他了 态度好一点啊 这家伙跟你很熟吗 刚一见面就对你动手动脚的 这很冒犯你知道吗 一看就是有点问题 有什么问题啊 以前我身边只要是多一个男生 你们就会说他有问题 现在卫生怀灵是于灿姐的亲弟弟 他是个聋哑人 而且他刚才是来帮我的 你能不能态度好一点 好歹笑一笑 谢谢你帮了我妹妹 随后裴又穿微笑着用口型警告 离我妹妹远点 突然 暗处窜出几个黑衣人将李嘉浩带走了 你们干嘛 嘉浩哥 放开嘉浩哥 什么情况 怎么莫名其妙就把人给抓走了 还是谈证是吧 小楚楚 谢谢你救了我一命 没事的 举手之劳而已 不用放在心上 不过现在我已经救了卫生鱼菜一命 之后卫生家的剧情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了吧 毕竟微生一族最厉害的鱼菜姐被我保下来了 裴家人瞬间警惕起来 微生鱼菜竟然也是在剧情之内吗 那微生鱼菜也一定能够听到乔楚楚的心声了 他们戒备看向微生鱼菜和怀林姐弟俩 楚楚啊 我看你俩挺投缘的 不如你跟我弟弟去吃个饭看的电影怎么样 让他好好代替我谢谢你 龙雅人看电影 那他能听见台词吗 龙雅人就不能看电影吗 更何况你妹妹能听见就行了 我弟弟听不听的见不重要 毕竟他也只是代替我陪同乔楚楚的 对吧 楚楚 楚楚 我儿子他特别想见你 要不你今天晚上来我家跟我儿子住吧 或者我让我儿子到你家里住也行 楚楚 你今天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也很辛苦了 肯定晚上睡觉也是会做噩梦的 不如你来我家 我陪着你一起睡觉怎么样 说话 再不说人都没了 楚楚 我很抱歉在三年前我离开了你 没有给你一个解释的机会 或者说 没有给我一个机会 三年前我离开这里 其实只是为了逃避 但这三年里 我一直都没有忘记你 我还是喜欢你 你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追求你吗 这样一个所有人都能听见的告白场景 气氛尴尬得很难让人开口先说第一句话 尴尬的气氛中 凄美的BGM在每个人耳边响起 让你重新来过 你会不会爱我 乔楚楚吞了口口水 看向停留在旁边放磕的外卖员 他尴尬的脚趾头扣出一栋爱沙冰宝 在心里默默补了一句 如果重来一遍 我不想再爱上任何人 那感觉太痛苦了 乔楚楚 你不用想了 是我太冒失了 之前贸然离开三年 对我们之间的感情造成了不小的伤害 我不想勉强你 而且追求你是我自己的事情 我不需要你现在就给我一个答复 我有时间的 你太不争气了 干嘛 表白的时机不对 时间不对 地点不对 而且你跑题了 我让你玩脑筋 结果你跟人心连心 还心连心失败了 楚楚 我儿子真的很喜欢你这个姐姐 他又没有母亲 你也知道的 你帮帮我这个父亲吧 儿子没有母亲就再娶一个啊 你这个情况找个老婆很困难嘛 而且你一个老男人 叫人家一个二十出猴的小姑娘 去你家合适吗 首先 我儿子可以去翘楚楚嫁 我不会再娶 我不喜欢女人 哼 不喜欢女人还生孩子 真当大家不知道怎么繁衍后代啊 我儿子是试管婴儿 有问题吗 那岂不是证明楼听寺至今仍是 不管你们在想什么 都不允许往下想了 能想什么 总不能想楼厅寺生了个儿子 还是个楚男这么奇葩的事情吧 都笑什么 笑楼厅寺是个楚男爸爸吗 这很奇怪吗 连我的七个哥哥都没有那方面的生活呢 大哥裴渊估计初吻还在呢 裴家七人组突然笑不出来了 卧槽 哈哈哈哈 裴油川 你不是总吹牛说你老微猛了吗 难道那是在梦里吗 突然 众人耳边传来一声巨响 日乔楚楚能听见新生 这个老六连夜把他抓来研究 接上级 只见李家浩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刚才还活蹦乱跳的李家浩 现在 大家的脸色都变了变 望向微生雨惨 可惜了 我帮他还了几十万的债 他竟然想不开自杀了 我钱白给了 真是遗憾 乔楚楚 顿时大脑一片空白 李家浩 一个会平平淡淡过一生的男儿 竟然死了 为什么剧情会变动得这么厉害 不会死的人死了 不过系统也说过 配角们已经拥有了 可以扭转命运的力量 哥 我想回家了 你之前说 见到乔楚楚后 才会说到底是谁绑架了他 当我们见到乔楚楚的时候 被微生家族的人打断了 你现在总能说了吧 我查到了 也没查到 那确实是个专门接这种活的组织 我没有找到纪燕川 跟他们之间的关系 纪燕川没有给他们转钱 他们也没有境外汇款 很有可能是纪燕川周转着找人的 而且不留痕迹 把那帮砸碎的联系方式给我 我已经叫人去打扫了 这种事情我干得得心应手些 更何况我加入了你们 总得表达一下我的诚意 那李家浩的事情 是微生宇灿干的吗 报道上都写了 李家浩是自杀 他自杀前还给家人打了电话 还写了遗书 所以我建议我们不要怀疑 但有一点我肯定 微生家的姐弟俩能听到心声 微生家族是咱们这些家族里面最拔尖的 而且他们家族的五个人杀法果决 绝对不会留下任何后患 如果他们想要抢乔楚楚 发现我们打了路 杀了我们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建议不要跟他们硬碰硬 维持表面关系 不然我们所有人都死了 这场游戏就没意义了 就凭你的势力 他们也敢杀你 楼厅四叹了口气 无奈道 拥有的太多就是会被人惦记的 就像乔楚楚握着我们人生的剧本 他拥有的剧本就很多 所有人物的脉络 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他握着的可是我们的命 导护好他才是我们的首要目标 小心微生家吧 他们不一定会干什么呢 裴渊脸色阴郁 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真的出现了更多的人 能听到乔楚楚的心声 而这帮人是难以掌握的 不知阵营的恶人 事情我都已经跟你们讲了 你们什么打算 我不相信 什么社会了 还搞封建迷信这一套 你该不会跟老四一样 想要吃斋念国吧 三姐都让你少弄点了 情情爱爱要不得 你看你 忠情忠欲的 把自己给纵傻了 耳朵都换听了 我知道你们不相信 但乔楚楚的声音 我和小五都能听到 甚至小五一个 从来都没有听过声音的人 乔楚楚的声音 到他脑袋里的时候 他都能直接领回意思 堪称医学奇迹 微生怀灵立马打手语 他的声音很好听 我很期待他在心里念出我的名字 那就做个小测试吧 把他绑到这里来 吓唬吓唬他 怎么吓唬 问问他觉不觉得李家浩的死 跟我没有关 让他去举报 测验一下他的人品 顺便检测一下 他到底像不像是你们说的那样 他的心声 能让我们这些配角听到 怀灵 微生怀灵 一直都在读他们的唇语 知道他们是什么意思 乔楚楚 从睡梦中睁开双眼 恍惚发现自己 坐在椅子上 他的眼睛 还被什么东西给遮住了 这是梦吗 他想要揭开头上的东西 但手被束缚住了 他越发惊恐 睡意瞬间从脑海里消失 难道又是那帮人 可他们已经被抓了呀 难道是他们幕后的人组织报复 别动了 好好回答问题 我们不会对你怎么样的 这你马 我这一天 真你马命途多传啊 和我好人好事 也没少做啊 这什么动静 微生雨灿 似笑非笑地 看向左右两边震惊的兄弟 能听见新生对吗 还真能听见 我问你 比较好是被微生雨灿杀死的吗 这话你可不能乱说 你有证据吗 我不是在问你吗 那肯定不是啊 报道说他是自杀 虽然逻辑不通 但我不会诬蔑人 说不定另有其人呢 你再好好想想 好兄弟 我真的不这么认为 我不清楚内情 我也不会妄自揣测一个人 雨灿姐给他钱了都 谁会给完钱 就把人杀了呀 他又不是大怨主 我没有证据 你也没有 但我相信你是个好人 求你把我放了吧 这人有猫病吧 我都说了 我不知道还问 没有证据 我能冤枉人吗 真当我乔楚楚 是个小人是不是 真想像个全能超人一样 把他踹梳刹上去 微生灵危险地盯着乔楚楚 眯了眯一眼 从小到大 他就从来没有听过 别人骂他 他的手狠狠失利 想要挑起一个伤口 玩不起救过 他骂我 骂你怎么 你骂不得 哥啊 弟弟说得对 你怎么玩着玩着 还羊沙子呢 这种事情不是很正常吗 这种一胆无余的心思 不也是一些好事 更何况人家的心声 你能管得着吗 你可吃垃圾 这点小事情都受不住 你这样对人家 人家表面乖顺 心里骂你 又有什么问题 行 我刚才确实有点伤痛 赶紧的吧 步入正题 我问你 你今天是不是见到 微生鱼灿了 见到了 我知道你今天救了 微生鱼灿的命 你还挺热心肠的 我这心肠热不热 我现在已经不是很确定了 毕竟你要是杀了我 我就凉了 我不杀你 你救了微生鱼灿 他一定会很想 好好谢谢你 对你没有任何防备 不如这样 你帮我一个忙 我今天放了你 以后再也不会来找你 怎么样 什么忙 帮我杀了微生鱼灿 什么 你咋不去让我 去除掉唐僧师徒呢 我让你去除掉唐僧师徒 你能找到唐僧吗 能 你现在放了我 我给猴哥打电话 这女孩每天睡觉 七个哥哥都会默默守在她的身边 因为他们都能听见妹妹的心声 接上级 我只要微生鱼灿的命 你干还是不干 我要是干的话 你们现在就能放了我吗 当然 那我干 等我安全了 我马上就提醒鱼灿姐 有人要害她 现在先保密要紧 就算是我有重生的机会 也不能瞎用 毕竟这个世界 还试图抹杀我呢 我还得狗到大结局呢 她还有重生机会 世界还在将她抹杀 我怎么知道 你是不是在敷衍我 等你找到机会 说不定就告诉微生 鱼灿了呢 我肯定不会说的 你们能神不知鬼不觉的 把我抓过来 你们绝对是专业的 我要是说了 我岂不是自讨苦吃 乔姐我出门 就直接开车到鱼灿家 告诉她你们的计划 我就不信 凭借鱼灿姐的聪明机制 抓不住你们 到时候 乔姐在你们坟前 拿索纳出一首橘次郎的夏天 我告诉你 我会监督你跟微生鱼灿的关系 你只要一告诉微生鱼灿 我们就会知道 啊 你放心 我肯定不会说的 这就有点难办了 我要是跟鱼灿姐之间被监视 我还能去找谁 微生家族 虽然一共有五个大佬 但最聪明的 就是鱼灿姐啊 其他人都弱得跟渣渣一样 老大好像还是有点东西 但那个时候 兄弟全都嘎了 光敢私令一个 被男主活活气死了 平常一副冷脸冰山 谁见了都不爱搭理的高冷样子 没想到气性还挺大 还能把自己活活气死 哈哈哈哈 老五好像是开车撞鸡燕川 结果被鸡燕川反杀撞死了 不是顶级佣兵吗 不是神不知鬼不觉 能完成雇主一切刁钻的任务吗 那怎么开个车都能被反杀呢 老四似乎是爱上了下雪纯 蓄意来一场囚禁恋爱 结果被鸡燕川发现 俩人在悬崖边打架 老四没站稳 从悬崖上掉下去了 不是清冷佛子吗 不是吃斋念佛吗 竟然能看上纪燕川看上的女人 笑不笑人 老二死得轰轰烈烈一点 他直接亲自上阵去报仇 把下雪纯和纪燕川弄了个残血 但最终这俩货抢救回来 老二被他们及时赶到的援兵 给活活打死了 总之 不管我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都不会伤害卫生家族的人的 更何况 于灿姐和怀灵都挺好的 我不会干那种忘恩负义的事情 你们听到了吧 我们都是要给纪燕川当垫脚师的配角 我们的结局都是嘎 我不可能让我努力的一切拱手送给他人 直接杀了纪燕川和夏雪纯 这两个罪魁祸首不就行了 不行 他们两个是主角 我们和乔楚楚等人都是配角 所谓的大结局来临之前 他们就是会活着 因为主角是有光环的 这就是为什么你们去找他们的麻烦 结果你们都死了的原因 微生灵气笑了 努力生活这么多年 我还以为我是太子呢 结果到现在 告诉我是主角故事里面的恶毒配角 那我们存在的意思是什么 献祭 夏雪纯和纪燕川不能杀 至少现在不能 乔楚楚是我们能够把握一切的钥匙 把她放在身边 对我们更安全 乔楚楚的哥哥们和林迦娜队兄妹 还有楼迦娜队父子都很黏着她 我怀疑他们也能听见心声 那不就有一堆人抢着一个女人 那就杀了他们 把乔楚楚夺夺过来 不行 那是她的家人和朋友 乔楚楚救了我的命 她也会救你们的 我们难道要恩将仇报 那就不动她 但我们要靠近她 毕竟总得知道 我们什么时候会出事 那就做个计划 之后的事情之后再说 怀灵 赶紧把人送回去 顺便把他们家监控抹了 别留了痕迹 你好 我叫微生怀灵 很高兴认识到你 我很期待和你的再次见面 一日清晨 乔楚楚迟钝地坐在床上环顾四周 又看了看自己的手 手外没有任何的痕迹 难道昨晚的那个遭遇是梦 乔楚楚拿起手机 调查出昨晚室外的监控 没有人进出 真的是梦 与此同时 一个男人正拿着手机 看着乔楚楚的照片 张军 托人给裴家送个情帖 邀请裴家八小姐来玩 别说是我的意思 好的威总 接上集 裴油川带着乔楚楚去游轮玩 喝醉后去放飞自我了 乔楚楚一脸猛地站在贵宾区 望着不远处高大的豪华游轮 三天前 赵家阿姨找到她 说谢谢她之前在宴会上救了老爷子的事情 送给了她一张全家豪华游轮船票 说什么也要让她去玩一玩 楚楚 这次的豪华游轮里面大老云集 说不定你会遇到你的真命天子呢 当时的她刚想回绝 陪油川突然从后面窜出来 什么真命天子啊 油川今天有空啊 刚好休了几天讲 正好有时间陪着楚楚玩一玩 那正好 你带着楚楚一起去豪华游轮上玩一玩 好啊 谢谢赵姨 楚楚啊 那里可有很多的钻石单身汉 顺便找个男朋友玩一玩 赵阿姨 我会好好看一看的 油川啊 好好帮你妹妹选一选 放心吧赵姨 我身为哥哥 肯定要好好帮她选一选的 乔楚楚从记忆里回过神 望向玩手机的陪油川 果然啊 长得好看的人 套个麻袋都好看 她用余光鞋乔楚楚 发现乔楚楚盯着的是自己 她挑起眉 把耳机戴上 装作看手机 连戴耳机的动作都这么好看 我就不明白了 同样都是人 凭什么她怎么可以这么帅气 这么带感 陪油川不忠得意起来 故意微微仰起头 露出自己的下恶线 下恶线借给我做刀削面 陪油川嘴角忍不住上扬 笑起来也好好看 陪油川瞬间感觉耳朵有点发热 原来乔楚楚平常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都会在内心偷偷夸我吗 可惜了 这么好看的皮囊 里面的灵魂却那么傻呗 你好笑姐姐 会给我微信吗 乔楚楚一撞 不好意思拒绝 拿出手机给她扫 我刚刚起死祖姨很久了 谢谢 这好像是人生中第一个找我要微信的男生 这时 一只大手瞬间捂住了她的手机 陪油川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她身边 一只手按着她的手机 沉默地看着男生 男生不知所措 气氛瞬间尴尬开来 不 不好意思 到嘴边的鸭子就这么飞了 你干嘛 你真是饿了 什么你都吃得下 赵阿姨说了 你的男朋友需要我帮你好好把关 这家伙没过我这关 他那么瘦弱 苍蝇放个屁都能把他崩飞三千米 还怎么把你抱怀里 好像还挺押韵 其实我也不是为了加微信 我其实就是想体验一下被加微信是什么感觉 就在这时一道惊喜的声音响起 尤川你也来我啊 瞧啊宋明镇 晚上一起喝酒 我请你 那我带我女朋友去 你呢 你带几个人来 裴尤川一正 看向楚在旁边的乔楚楚 乔楚楚赶紧压低头 别看我别看我 我不是人 我不喜欢酒局 别带我别带我 我自己去 哈 那晚上见 我晚上终于可以清静地坐在总统套房里看漫画了 好耶 他一抬头 就撞上裴尤川冷立的眼神 你瞅啥 瞅你咋的 乔楚楚顿时一烟 想到自己打不过他 直接熄火了 瞅我怎么 瞅我就恭喜你惹到了这个世界上最棉花的人 惹了我等于没惹 一转眼到了晚上 裴尤川和朋友坐在KTV包厢中 我就奇了怪了 你怎么到现在还单身啊 那么多小姐姐喜欢你 你倒是看一看啊 宋明镇只藏在一旁唱歌的美女 这个你不喜欢吗 不喜欢 你没看你怎么知道不喜欢 你跟人家唱首情歌你就喜欢了 相信我 你拉皮条的 不谈恋爱能死啊你 宋明镇无语 掰着他的脸看向小姐姐 你仔细看看 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裴尤川瞬间双眼发指 好看吗 还两眼空空吗 好看 不空 宋明镇对小姐姐勾了勾手 小姐姐迅速跑过来 开心看着裴尤川 裴尤川伸透手 小姐姐红着脸期待 裴尤川一把读过小姐姐的话筒放嘴边 给我来一首凤凰传奇的全是爱 宋明镇很快反应过来 行 正好男女对差 让小姐姐跟你差 不用 我可以夹着嗓子唱语的 没过一会儿 乔楚楚接到了宋明镇女朋友的电话 乔小姐 我打扰到你休息了吗 没有 怎么了 是这样 你哥哥把大家都喝趴下了还不让大家走 还逼着我男朋友跟他唱过去的情歌 唱情歌 是啊 我男朋友都趴地上了 没人合唱他就自己唱 他说他会夹着嗓子唱你的 所以你能来帮个忙吗 我们谁也劝不动他 好 当乔楚楚走进来的时候 裴尤川还浑然不知 此时正在点歌 我要再来一首迷人的危险 迷不迷人我不知道 我现在肯定是很危险 裴尤川不以为然 站在台子上撕心裂肺地唱 为什么最迷人的最危险 为什么也会让人变成全 乔楚楚拿着话筒站在他后方 表情跟吃了答辩一样 我 做梦了吗 我看到乔小姐了 乔小姐来帮你解围了 他代替你唱情歌 赶紧走 他一个胸口 他唱歌能好听吗 唱得不好听 裴尤川会生气的 那边裴尤川浑然不知正陶醉地唱 这是一道悠扬女音响起 裴尤川一正 震惊望向人头 宋明镇和宋明镇的女朋友都惊呆了 这也太好听了吧 裴尤川放下话筒 正愣地听着他唱 只见乔楚楚一步一步走进他一边唱着 裴尤川歪了歪头 有些迷惑 他感觉他要被吸进他的歌声里去了 我好像看到了乔楚楚 说完头一滴 躺地上了 刚才还生龙活虎呢 一见到我就装死是吧 第二天早上 坐在客厅的乔楚楚忽然听见一声怒吼 乔楚楚 怎么回事 昨晚发生了什么 你耍酒疯呗 拉着人家男朋友唱情歌 你还说你会夹着嗓子唱女呢 上集 乔楚楚刚出去就遇到了微声文站 甚至还有一个老熟人 季燕川 殊不知这场相遇都是微声文站早安排好的 为的就是接近乔楚楚 你好 我叫微声文站 然而这一切全都被裴尤川看在眼里 没想到 和我漫画里的儿杂长的一模一样的人 居然是微声文站 就在这时背后突然传来一道声音 乔楚楚 真是你啊 你怎么也在这里啊 我一开始都没认出来 乔楚楚的好心情瞬间跌入谷底 这个女生叫乔月是她生父弟弟的大女儿 也是她的堂妹 但是乔家人都不喜欢她妈妈 自从她父母去世后就被陪家收养 她对乔楚楚一直怀恨在心 她从小就嫉妒她 嫉妒她住在陪家 有一群帅哥哥围绕 嫉妒她比她有钱 过着公主一样的生活 你也来玩 是 我跟爸爸妈妈一起来的 就住在三楼 你呢 楼层越高 房间越贵 我住顶楼 乔月眼皮一跳 脸上的假笑都挂不住了 我听说你被你哥哥们赶走了 没想到你现在又能回到顶层住了 乔月 我再说一遍 我自己挣的钱也能让我住顶层 你说是就是吧 反正你要星星要月亮 你的哥哥们都买给你 连你优秀的学历都是买的 住个总统套房有什么可遮遮掩掩的 你老是在我面前提我的学历 还不就是因为你当初看我上那个大学 你也想上 结果你成绩不够 你爸又没那么多钱捐楼 所以你每次见我都要拿这个念叨我 你换个说辞吧 我都会背了 乔月脸上的笑容陡然消失 咬牙骂她 稀疤 又还稀疤呢 果然是在H国打针打多的人 就是不一样 这里没有你想要的男人 只有看到你就想随你两句的瞧解 所以离我远点 不然我把你刚中的睫毛薅掉塞你耳朵里 你 你给我等着 我会再来找你的 而另一边 微声文战 你是故意接近乔楚楚的对吧 因为你能听见她的心声 什么心声 我听不懂 我已经看出来了微声文战 别装了 你就是能听见乔楚楚的心声 很抱歉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与此同时 乔楚楚站在甲板上 吹着海风 眺望天边的月景 她小声对着天空说道 新的一年我要好好努力 忽然 她背后一股强劲的力道 直接将她推了出去 好 谁把我丢下来的 救命 救命啊 眼看轮船离她越来越远 海水冰冷刺骨的温度 也让她身体逐渐变得僵硬 轮船渐行渐远 她漂浮在冰冷的海上 腿突然抽痛起来 完了 这波肯定没救了 乔楚楚身体起起伏伏 卯足力气带着恐惧仰天嘶吼 老娘下一秒就杀毁了 你个嘎人凶手晚上睡觉别睡太死 说完这话 她彻底没了力气 任命闭上眼 整个人就像静止了 慢慢沉入海底 乔楚楚疼的一下从地上坐起来 她大口大口喘着气 你就不能慢一点回来吗 这才间隔多久你就又喜了 我是被人嘎的 甚至我连对方长什么样子 穿什么样的衣服都没看清楚 宿主 你是被世界抹杀的人 你的死法当然包括有人要杀你啊 你应该戒备一点的 那你怎么不早点提醒我还有人要杀我 那系统你可以看到是谁对我下手的吗 不可以 我们已经结绑了 所以请回去自己找吧 乔楚楚周遭的风景渐渐变换 重新出现在了甲板门口 眼前的数字从六件件蓄影成五 而裴尤川还在质问微声文战 我已经看出来了微声文战 别装了 你就是能听见乔楚楚的心声 很抱歉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刚才是谁杀了我 俩人不约而同吓得一哆嗦 看向声源 老娘到甲板上看月亮 阴险的小人竟然把老娘丢失离去了 要不是老娘有重生机会 重开一局 老娘现在就成水鬼了 裴尤川和微声文战俩人相识一眼 表情不约而同变得阴沉 我要引出凶手 就必须要重新站在这个地方 等那个凶手过来 我再把这个凶手一击毙杀 乔楚楚走到保安身旁 你有枪吗 借我 保安盯着乔楚楚的脸持一片刻 拿出一把电击枪 他知道这位是VIP顾客 所以还算痛快 谢谢 他暗自走向甲板 暗暗给自己加油骨气 上一世我轻信小人 看风景被小人推下冰冷海水 这一世 我手持电击枪 要把我失去的一切都夺回 我就是女王 你明明其实是个傻的吧 而在暗处一角 无人注意之地 一个银发少年悄无声息探出头 目光灼灼盯着乔楚楚的背影 微生怀铃眼里闪过一抹杀意 谁也别想伤害他 裴尤川和微生文战靠在一起 鬼鬼祟祟看向乔楚楚的背影 你不是听不见他的心声吗 都这个时候了 我就不用撒谎了 当然 如果不是听到有人要杀乔楚楚的话 我是不会承认的 你还真是诚实 而此时的乔楚楚正站在之前的地方 时刻警惕着 来了 三个男人陡然紧张了起来 有很轻很轻的脚步声 有远及近 眼看着要靠近乔楚楚 乔楚楚回头就是一箭机 起来 你要干什么 让你也尝尝这种滋味 偷啦 来 从海里冒出头 让老娘看看你是个什么货色 虽然是你